熊冰连第三季第七集已经更新 和很多人一样一等更新 我马上就迫不及待去看了 这一集看完之后 不知道别人如何 给我的个人感觉 就是这一集偏感情细为主 还分好几个人 也分欢乐和悲苦 更有求不得的那种伤感 赵信可以说是这部作品里面 熊冰连中最大的人生赢家 第一季就添降一个女朋友 当天就发生了关系 然后两人就名正言顺在一起了 而这之后两人可以说一直形影不离 不过两人虽然在一起了 但是关于求婚和婚礼什么的却没有关 而到了这一季 赵信终于想起了并不上来 特意邀请熊冰连团队所有人 参加他举办的宴会 这场宴会也可以说是 他向志心的求婚宴会 连戒指都准备上来 最终在麒麟刘床等人的见证下 赵信求婚成功 而志心可以说感动得一塌糊涂 并当场就不顾别人眼光 和赵信亲吻在一起 包括我在内 很多观众也被喂了一嘴狗粮 而这里也真的羡慕赵信 夫妻同心 感情和睦 这是其他人不能比的 相比于赵信 志心秀恩爱撒狗粮 麒麟这边确实不太妙 这一集看下来 能很明显感觉到 麒麟很喜欢男主葛小伦 几次三番故意和葛小伦亲近 还开导和试探葛小伦 看他是不是想强威了 又对强威现在是什么态度 结果葛小伦这个直男 放着这么一个大美女不要 非要跑去昆萨行见强威 而麒麟这个大美女 可以说就这样被葛小伦给辜负了 其实在我看来 麒麟完全可以选择其他人的 好男人又不是没有 但是麒麟好像就是认准了葛小伦 非他不讲 也真的是让人觉得无奈 不知道是从第一季 还是第二季 又或者是黑甲刮起的风 原本很多人占强威葛小伦一队 但是后来就变了 很多观众纷纷占强威和良冰这一队 甚至于官方也主动迎合粉丝 给了强威良冰很多的互动戏份 葛小伦倒被弄得里外不是人了 甚至于现在都有人认为 葛小伦不配 但是葛小伦什么时候配不上强威了 他和强威只是立场和理念问题 可不是葛小伦配不上强威 而这一集看下来 给我个人感觉就是 葛小伦和强威已经没有可能 但同时强威和良冰更无可能 因为很多人希望的良冰复活 怕是不会实现了 换了导演之后 想法很明确 那就是为了剧情可持续发展 三王这样强大的存在必须下线 不但是三王 事实上潘镇这样的猎羊守护神 也给安排下线了 因为他们不下线 主角无法成长 反派也没有办法搞事 所以良冰基本不会复活了 自然强威和良冰也就不可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